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称,在最近与马来西亚举行的LIMA-2019航空展上,英国宇航系统公司,已经与印度海军举行了会谈。 探讨为印度海军第二艘国产航空母舰专案,提供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设计。 虽然目前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,仍然还在水里泡住。 预计最快完工的时间,都要等等2022年以后。 但是这并不妨碍印度规划更大的航母蓝图。 早在2015年的时候,印度就公开了第二艘国产航母的计划。 这艘航母被命名为维沙尔号。 排水量比第一艘维克兰特号高出2万多吨,预计达到6万5千吨左右。 并且还要使用核动力和弹射器,具备强大的作战能力。 当然,虽说是国产。 但是以目前印度的设计、制造能力,完成一艘正儿八经的航母研发工作,显然就是胡扯。 因此同首艘维克兰特号,采用意大利设计一样。 第二艘航母,同样需要借助国外的力量来研发。 于是印度在2015年,就向英国宇航系统公司、法国海津集团、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,和俄罗斯Rosiburial Next Bullet公司发出请求, 寻求对IAC-2第二艘国产航母专案航母专案的可行方案。 以目前现有情况来看,即便是之前美国放出风声说,可以出售给印度弹射器系统。 但是整套的航母方案,显然是不可能卖给印度的。 俄罗斯虽说非常想赚这个钱。 并且目前印度海军现役的维克拉玛地亚号,也是出自俄罗斯之手。 可印度这又是6至7万吨排水量。 又是核动力还得拥有弹射器的要求。 俄罗斯确实难以满足。 当年建造乌立扬诺夫斯克号航母的整套设计图纸,都不知道被俄罗斯扔到哪去了。 因此最有可能给予异度技术支援的,也只有法国和英国了。 和印度情况比较类似的是, 法国第二艘航母,同样也是长期难产。 原计划建造的戴高乐级航母的二号舰离赛流。 在被删减以后, 于2000年代初期,决定重新设计, 改为传统动力。 此时, 英国正在规划下一代航母, 本著共同的需求。 两国一拍集合, 决定共同研发航母。 法国将该计划命名为PA2。 虽然总体要求基本一致, 但是在具体细节诸如其非方式, 建岛布置等具体设计方面分歧较大。 此外加上财政紧缩投入较低。 在萨克齐政府上台以后就决定暂停该专案。 到了2014年, 确定终止该合作专案。 法国2.14亿欧元的投资, 也打了水漂。 在同英国合作取消以后,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, 采用的MP30燃气轮机动力装置, 已经不可能再供给法国使用。 因此无奈之下, 法国在去年重启PA2航母计划的时候, 被迫改为核动力。 由于现有K15反应堆, 无法满足需求。 因此, 法国必须要重新研发一款功率更大的核反应堆才行。 但是法国显然没有吸取教训, 仍然要求下一代航母和第三代核潜艇, 共用同一款核反应堆。 这也是没钱的无奈之举。 目前, 法国PA2设计方案为 排水量65000吨, 采用核动力装置, 并且安装了弹射器, 搭载阵风M舰载机和E2预警机。 整体方案简直就是为异度量身定做的, 唯一缺点就是不靠谱。 估计按照异度的时间表, 也折腾不出来。 对比之下, 印度的老东甲英国的方案, 就靠谱多了。 伊丽莎版女王号服役在即, 威尔士亲王号也是接近完工。 整体方案已经非常成熟。 唯一缺点就是, 英国方案完全围绕SPOVA舰载机设计, 并且还是常规动力, 和印度要求的核动力, 并搭载弹射器相差太远。 当然印度所谓IAC-2第二艘国产航母专案 航母专案, 仍然处于化柄阶段, 到底何时开始实施也是未知数。 这于是选择高阶不靠谱方案, 还是相对低端, 但是比较靠谱方案, 取决于易度自己了。